我叫陳柏弘 啊我今年準備要升大一這樣 我的夢想是打職棒 教練就是謝謝你這三個月的教導 就是讓我學到很多為錢不懂的東西 感謝你時常鼓勵我這樣 讓我更有信心的挑戰這個夢想 嗨大家好我是豹子腿方長永 我們今天一樣是訓練柏弘 其實他這階段一直都有在訓練 他也訓練了三個月 他下一個禮拜就要到義手大學去做報道 就會離開台中這裡 所以今天我們來做一個驗收的拍攝了 因為我們在第一集有拍攝他的擊球初術 那我們今天會再來拍看看有沒有進步 OK 走吧 現在的練習非常重要的是 你必須把球打到沒有人的位置去 中右外野中間 中左外野中間 有幾手上面的2A手上面 就是要往後目標去 現在就要確實地去執行這個東西 現在就要模擬已在會做的事情 現在就要模擬已在會做的事情 對 你不可以因為這個球身內小就 你站後面一點那沒有作用啊 剛剛這個位置就不是你的位置了 你是不是就要做調整 我擊球點在這裡打 他是不是很自然的 他一定是往那裡去 但是我擊球點在這裡 他往外去 對吧 這是一個非常基本基本的觀念 擊球點在哪裡你自己都不知道 這個東西才最基本 為什麼一直強調任何球 我們先往內側走 往內側走有一個好處 你如果想著要打內側 你的球棒自然會夾進來 你不可能你想要打內側 結果你球棒是走這裡 他一定是夾進來 那夾進來之後 他的範圍會先去找內側 那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你把它固定好他的軌道 之後勝旋轉 外角球也是有可能會打到的外野 就算大聯盟的選手 沒有人可以說 我這一顆球多有多怪 我就是在這裡打 一定會有一些誤差 所以內側為什麼重要 內側你是要有辦法 有效地去把你球來的面 都把它涵蓋住 往沒有人的地方去 那往沒有人的地方去 那往沒有人的地方去 是你打出來的結果 不是你用手去控制它 所以從頭到尾 一直跟妳講 內側還有你的直球點 替錯他已經不動了 這個東西一定要把它固定 OK 那今天因為是第三次的拍攝 柏宏他訓練三個月 我也是要讓他知道說 他進步在哪裡 我們今天有帶測速槍 那我們今天測試一下 看看他之前揮棒的速度 跟現在的揮棒速度 有沒有差異 之前最快的揮棒速度是101 目測是有進步 所以那我們等一下測試看看 看看他有沒有進步 124 126 對就是有在水準之上 有錄到嗎 水 這個一定要撿進去 欸欸欸欸欸 在那邊給我揮棒落空 他第一集不是有一個揮空 到時候回去一直被笑 老闆在那裡 你不要破壞公路 來喔你看喔 你看你剛剛的揮棒啊 你為了要去擊倒球 你都只弄你上半身 其實就是你的下半身 去做旋轉帶動 讓你球棒出來 打到永存延伸 弄你的下盤去做旋轉 旋轉把球棒帶出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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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在提醒一個學生 要怎麼樣調整 我是覺得需要一個關鍵字 那這個關鍵字 同時學生 你自己也要記得 每次你要揮棒 之前你都先想的 你的關鍵字 你現在所需要的關鍵字 就是內側 要反啟動內側 記住這兩個點就好 你把你所有訓練到的東西 把它匯集成一兩個關鍵字 每次打擊之前 你就是 來 內側 內側 一直就 一直做 你就會有好的結果 想這樣就好了 這是你的關鍵字 OK 下半身再把它鎖出來 拿教練棒來打地練習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會太容易的 揮棒之後就往左邊走 教練棒比較長 所以它有一個特性 它可以幫助選手把球棒丟遠一點的感覺 往前做延伸的感覺 所以針對它的缺點 我們給它適合的球棒去做練習調整 這一次就是訓練選手打阿達利的地方 所以它的阿達利這裡比較粗一點 打到這裡就不對了 打這裡也不對 訓練選手永遠都打在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訓練就是為了讓它可以揮棒 延長它的軌跡 球的內側很好 很好 因為你會太習慣 你打到就馬上收回來 所以這個訓練對你來講相對重要 它打到要讓它順出去嘛 這個練習一定要做的特別確實力 OK OK 現在拿這個飛盤來協助它訓練 其實就是在讓它的左手 就像甩飛盤一樣把它甩出去 飛盤一定要飛得正 才代表它的手是對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檢視看看 今天也算是三個月的最後一次拍攝 我是想說我們弄一個測驗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投給你打 好 那我會認真投 好 那你認真打 好 看看打不打得到 我不是專業投手 但是你要想辦法打得到我的手 好 規則就是一局三個出局數 那看看它可以打得怎麼樣 快一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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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喔! - 要到尾巴 - 要到尾巴 一出局喔 - 啊!快走 - 好球 - 這樣好一塊喔 - 欸!快走 - 欸!快走 快 外走 卸外 這邊球 故意投到他後面去 右上位 好 右上位 好動 來 兩好兩位 OK 其實今天 對決的結果是3K 其實這對你是比較不利的 在我們的練習當中 雖然有練習這個 但是 你還是沒有那麼熟悉 剛剛我們實戰 就是一個驗收 對 他被我3K 是假的 真的 我幫你報數 來 再一次 等一下 好 其實要講的是 同一比賽其實是 一直是需要收看 所以你今天打不到 其實也不能全怪你 但是有一個重點 這個畫面現在幾 我的畫面不好找 有一個重點 對 你剛剛你的節奏太慢了 如果一定要出手 你才開始啟動 我就新手很常辦 對 這個是需要練習的 我也是 我以前也是這樣子的 他腳一抬 你的腳就跟著抬 對 你要提早去等他 要跟你講的就是這樣 那也希望你往後的路 可以朝著你的夢想去邁進 你要堅持 因為棒球這條路 真的不好走 兩個前輩在那邊 來 講一下 棒球路好不好走 不要走 沒有啦 我說實話 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夢想 只動像一個金字塔一樣 不斷的失敗 不斷的努力 才會打到上面 我們也是經過很多失敗 有夢想就要是追 你有看過140人 很特急的 我覺得很熱情 你是因為我而站出來 然後長大生對不對 這三個月 我跟柏宏的相處 他是認真的 不過他出線條 我很容易跟他講東西 講手他就忘記腳 講腳就忘記手 其實對於打棒球來講 有這種出線條 心思不要太細膩 反而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不會去抓牛角尖 這個是我認為他會成功的一個特質 他這三個月其實非常認真努力的在練習 他現在要到大學這階段 其實我想對他說的就是 因為到了大學 這是一個轉捩點 非常關鍵的時期 接下來他必須靠著他自己 對於棒球這條路 我是過來人 那我希望你好好的 為了你的夢想去打拼 並且堅持 不要遇到挫折就退縮 遇到挫折 你更要去面對他 教練 永遠在這裡等著你 有問題 回來問我 我可以協助 我又盡力協助 那也希望你可以 未來的路走順利 因為他要被我3K 是假的 真的 我幫你bounce 我幫你bounce 小爺啊 真的不是我的對手 先用這顆球 讓你球棒斷掉 我怕丟到他 我怕打得到 廢話 我神 快點 快點 他不要跑球 快點 快點 我還沒有準備啦 沒有抓到啦 你也不要 三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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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 大的 是我的 我告訴你啦 那是我的學生啦 哈哈哈哈 好情合理